哇 我們今天人來瘋出現了催淚DJ 宇倫 Allen 哈囉 柔柔姐好 人來瘋的聽眾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宇倫 從小就有歌星夢的宇倫 為了出她的這一張EP 迷你專輯 放棄廣播的工作嗎 應該這樣說就是 先前先參加了一個電視選秀的歌唱比賽 那為了要有多一點時間去準備比賽 所以我就把全職的廣播工作辭掉 變成接案 就是接一些比如說電台 RD的配音 教材的配音或活動主持這樣 OK 就把全職的工作辭掉了 對 但你本來 你好像本來在高雄對不對 對 我大學畢業之後到了高雄 去做全職的廣播 是從高雄開始 所以在高雄做了多少年呢 高雄之前我就做了 高中的時候在彰化 我就已經在社區電台做 那前後加起來到現在 廣播做了18年 18年 所以是在高雄多久到了台北 高雄待了差不多8年 然後08年的時候到台北 08年到台北 對 然後 所以應該是在我們友台 是 好 不是在本店 不是在本店台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本店台 對 OK 那個 所以從小熱愛麥克風 可以這樣說啦 就是有表演欲 有表演欲 嗯 OK 從幾歲的時候發現自己有表演欲呢 我印象中還記得差不多三歲多吧 嗯 就咕咕開了在鹿港的那個菜市場裡面 開了一家柏萊品精品店 嗯 然後換季的時候不是會有花車特賣嗎 嗯 我就會拿個小板凳站在花車前面 然後說來喔來買衣服喔特購 喔 叫賣這樣 對叫賣 但很好玩 人家說欸這一件多少錢 十塊 十塊就賣掉了 享受別人注目的眼光 對 所以從小才彰化長大 嗯 鹿港 鹿港 哇 鹿港 那鹿港 但是好像你是 你也算是隔代教養對不對 對 我是阿公阿嬤代大 喔 阿公阿嬤代大 嗯 那是因為 因為爸爸媽媽結婚的時候 其實年紀很小 嗯 爸爸才十八 媽媽才十七歲 喔 OK 那我剛出生爸爸繼續當兵 嗯 我出生之後四個月 就因為有一些誤會吧 嗯 媽媽就被外婆帶走 嗯 所以我這輩子到現在 等於沒有見過媽媽 沒有見過嗎 對 沒有見過 就即便她現在坐在我對面 我也不知道這個人是我媽 那你有想要試圖找她嗎 嗯 有想過 我記得我國中的時候 跟爸爸提過一次 嗯 然後一講完 她那天真的就人來瘋了 就 呵呵呵 她就喝醉了 嗯 然後就大哭啊 嗯 然後阿媽就說 你是不是不要我們了 所以要去找媽媽 嗯 從此以後我就再也不敢講這件事情 你就再也不敢提了 對 但是你沒有 就媽媽叫什麼名字啊 或者 知道知道 外婆家在哪裡啊 呃 我只知道 最奶奶告訴我說 爸爸媽媽結婚的時候 媽媽家在台南 嗯 然後呢 媽媽叫什麼名字 我當然知道 因為那個戶口名部有嘛 嗯 然後只聽說 外公好像是日本人 嗯 外婆是花蓮那邊的原住民 嗯 就大概知道這樣子 嗯 嗯 所以其實阿媽小時候都會開玩笑講說 啊 沒辦法啊 就你那個花啊 嗯 外婆把你媽媽帶回去 嗯 就說你那個不講理的 嗯 外婆把你媽媽帶走這樣 嗯 只看老人家開玩笑講的話 嗯 對 但是你沒有想要試圖透過護證事務系統 因為你有媽媽的名字啊 對 我覺得是說 一方面我有一個擔心 就如果她現在有很幸福美滿的家庭 那萬一我的出現 對她來講造成一種 傷害或不好的影響的話 這樣不太好 所以我反而處於另外一種被動的狀態是 就是我做我喜歡做的表演工作 那如果你看到我 你知道是我 你可以用你覺得安全的方式來跟我聯絡 哇你好貼心喔 想好多 不過現在已經隔了這麼多年了 對 三十六年 對啊 我隔了這麼多年 她 就算有新的家庭 那也 對不對 對啊 小孩也應該很大了 嗯 那如果說她現在過得很幸福 而且這當中很顯然她沒有來找過我嘛 所以我沒有見過她 你們家有搬過家嗎 我們家 我們家有搬過家 但是其實你到鹿港只要一打聽我們家是 全鹿港的人都會知道在哪裡的 全鹿港 是鹿港 為什麼全鹿港 因為你知道鹿港這個地方很小嘛 嗯 那早期我們是鹿港鎮上第一家柏萊品精品店 哦 所以我們搬到什麼地方 其實鹿港鎮的人 大概那一代的人都會知道說 哦後來我們搬到哪裡去居住了這樣子 哦 哦 那現在還 那個房子還在 這個是阿公阿媽在經營的金品 柏萊品嗎 不是 姑姑大姑 哦姑姑 對目前 目前姑姑還住在那 我的戶籍還在鹿港 哦 OK 但姑姑沒有在做柏萊品了 呃對 現在在做吃的 做肉餐 哦在做 所以可以去買你姑姑的肉餐 對啊 還有那個什麼手工水餃啊 我記者會 發片記者會上 呃請記者們吃的那個手工水餃 就是我跟姑姑一起包的 哦你跟姑姑一起包 對 所以你好像 聽說你也很會燒菜 所以這個是遺傳至姑姑的好手藝嗎 應該我們家男生都會 哦都很會燒 嗯 阿公也很厲害 哦 所以你是從小就是看阿公燒菜嗎 還是 沒有我小時候家裡可能因為我沒有媽媽的關係 很寵 嗯 我上國中前 我沒有自己盛過飯 我不知道該怎麼盛飯 嗯 就我只要說 我要吃飯 嗯 然後就去餐桌坐下來 就有人幫你把東西都弄好 嗯 是到高一那一年奶奶心肌梗塞 嗯 剛好在就歷年前 嗯 要拜拜嘛 嗯 那時候大人都到醫院去照顧奶奶啦 嗯 所以我就硬著頭皮自己去亂煮 嗯 因為我要照顧表弟 我要照顧堂妹 嗯 我那我最大我要照顧他們 所以才硬著頭皮去煮 後來發現 欸 做菜是蠻好玩的一件事情 嗯 所以等奶奶身體比較好 她每次要做菜 我就會跟在旁邊學 是這樣學來的 哦 是這樣學來的 哦 OK 所以 而且 因為你這個興趣 因此這次這個時間的味道 就是醬油的味道對不對 對 哇 本電台的超級金主 黑豆 黑豆商這次也 也 贊助你嗎 對 他就是我的 前半桶金的來源啦 哦 對對對 因為一個料理競賽 我得了冠軍 然後輾轉認識了這個 黑豆商的老王 王大哥 哦 總經理嗎 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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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去參加什麼料理比賽 那其實是電台辦的一個 全民上好菜的比賽 嗯 然後 沒有作假 你當時你自己 你們自己的電台嗎 對 但是沒有作假 只是因為就報名的 但是比賽不是通常就是 嚴禁自己的員工去參加嗎 沒有 他鼓勵 他鼓勵 因為 評審是一個非常專業的評審 就是 傅培美老師的女兒 程安琪老師 哦 OK 所以我們就有興趣的就去報啦 嗯 然後不小心就讓我拿了第一名 你是炒什麼 我不是炒 我是燉了一鍋湯 叫做美人心機 哦美人心機 這個湯由來才好笑 是有一天我跟我朋友 我們在想一些用罵人的話去 把它變成料理 嗯 然後就想想想想 想到 這可以講 白木雞 嗯 白木雞 那就用白木耳加雞肉啊 嗯 可是要怎麼做才會好吃 我就把 港式煲湯的方法放進去 我就加了 南北杏 嗯 然後芹菜根 枸杞 嗯 好講究哦 一起下去燉 可是其實這很簡單耶 就家裡面如果有大銅電鍋的朋友 也可以就不用 不用在瓦斯上面 根本都不用 你就全部丟進去 水加滿 然後蓋起來一按 外鍋一杯半的水一按 那個湯就好了 嗯 然後那湯是越煮 膠原蛋白越 越釋放 然後 會越好喝 嗯哼 很方便 嗯 就讓我拿了第一名 哇 哇 所以然後因為拿了第一名 所以認識了黑豆商 總管老王 對 然後 我們第二次見面的時候 就約出來喝咖啡嘛 他還特別開會 嗯 然後我就給他聽了 那時候我寫了兩首歌 嗯哼 一首是寫給阿公的 一首是寫給奶奶的 嗯哼 他聽完以後 他就突然問我說 你想不想要讓這兩首歌發表 我說 如果有機會當然想啊 嗯 他說好 那我拿五十萬出來 哦 所以就開始了 這一張迷你專輯 那 所以就是 就是拿五十萬出來對不對 就是贊助 對 不計回收就對了 欸 對 哇 好讚喔 可是根本不夠啊 因為現在就破百了 哦 現在就破百了 嗯 OK 所以自己 自己做詞做曲 對 完全全創作 全創作 呃 六首歌有四首半是自己的創作 哦 OK 對 所以你那時候給他聽的時候你只是 就是 Demo而已 Demo 嗯 並沒有什麼想法 沒有什麼想法 純粹是想說 欸 嗯 就是朋友嗎 然後聊著來就分享一下 聽聽看 嗯 對 對 那時候連 其實拿出來的時候都有一點點害羞 嗯 因為之前沒有真的寫過歌 嗯 哦 之前沒有真的寫過歌 沒有自己完全辞取自己一個人寫啦 嗯 對 那 就純粹是好朋友 然後聊到一些覺得欸 好像大家蠻合得來的 嗯 然後都很感性 我就說欸那我寫了給阿公阿嬤的歌 嗯 然後跟你分享 嗯 就從 那個包包拿出MP3就播給他聽這樣 那聽完他很感動 馬上就講說欸那我拿50萬出來 其實我也嚇一跳 我想說 這個人該不會是金光檔吧 他該不會是金光檔 所以就是 感動他的歌就是那個 阿公的卡塔車 阿公的卡塔車 對 跟親愛的奶奶兩首歌 OK 那我們就 阿公的卡塔車 阿公的卡塔車 請連聲一聲一聲 就算他貴心苦冠 還請王秋彈 在那位 給拿 hitch 等我 care 我說 等我 把我 根本 下 持久 也 滿 總是 跟我說 走什麼 跳 逆 我乖乖就爱老下好妙伤 但太有一天我向向我偷看 阿公他说没在乡 阿公阿公你今儿是早起庭 甘不得让我知道 你过了甘好梦 在你无聊的时尊 是谁人跟你说话 在嘴巴的时尊 甘有人跟你抱着 阿公阿公 甘是甘我微笑嘴 甘会等过一百日 甘你骑车冷漏 在我失智的时尊 叫我就勇敢建枪 等我成功的时尊 我看 带你是过世 阿公阿公 阿公阿公阿公 阿公阿公阿公 你今儿是早起庭 就爱老下好妙伤 但太有一天 我向向我偷看 阿公 阿公阿公 你今儿是早起庭 甘不得让我知道 你过了甘有好妇 你过了甘有好妇 在你无聊的时尊 你过了甘有好妇 在你无聊的时尊 甘会等过一百日 甘会等过一百日 甘你骑车冷漏 在我失智的时尊 在我失智的时尊 叫我就勇敢建枪 等我成功的时尊 我看 带你是过世 我感激 DJ 雨林 安伦 首张编制迷你 传扎 刚刚刚才讲到 她的爱烧菜 去参加料理比赛 因而任得了黑豆上的老板 对 她被创作的歌曲 给感动 你自己作词作曲 所以那是自己第一次尝试这个 对 其实刚上个段落 我们听阿公的卡塔塔塔那首歌嘛 那是有我阿公在去年的 2012年3月突然过世 然后过世前 其实因为我之前参加选秀比赛 是唱国语歌 那他就跟我说 你再回去拼啊 再回去拼拼看啊 20关有100万这样 然后说可是你唱的歌 阿公都听不懂 他说阿公都听不懂 然后就说好 那我去比台语做 可是我还来不及实现这个承诺 他就走了 所以我心里面有一个遗憾 那有一天晚上我就 很想他很想他 我睡不着 我就一边掉眼泪 然后突然脑袋里面 就浮现了一段旋律 我就哼着哼着 然后拿笔起来就写写写 我就写出了 阿公的卡塔塔这首歌 然后我干哥跟我住在一起 他很可怜 凌晨4点多 我就跑去爬挖起来 我说哥我跟你说 我写好一首给阿公的歌了 给你听这样 听完以后我们两个就一起哭 哭到天亮 这首歌就这样来的 所以当天晚上词曲都出来了 词曲都出来了 就还蛮意外的 我觉得是阿公给了我一个力量 然后对 因为我记得在他告别式的时候 我就有跟他讲 我说我不奢望你留任何东西给我 我只希望你给我更多的智慧 可以把我自己照顾好 因为以前他一直很担心我一个人在外面工作 照顾不好自己 对 所以我那时候向他许的愿望是 请他给我智慧 让我把自己照顾好 然后如果有能力的话 也可以把家里的人照顾好 所以这个因为完全是阿公阿嬷带大 对 但是你们 你就是家里唯一的 然后在表弟表妹什么 堂妹 都小我十岁以上 都小你十岁以上 所以我十岁之前 我们家就是最大的就是我 我是孩子王 唯一的 对 唯一的宝贝这样 所以像我歌词里面写说 阿公会每天在校门口 单挖下功课 等我写功课 写完功课 然后等我放学 那个都是真的 就是我小的时候 我记得我字很丑 所以同学都下课回家以后 我会被老师留下来 要写完一张四百个字的稿纸 然后老师每个字都检查 合格了以后我才能回家 所以常会害阿公在校门口一直等 等很久这样 OK 那么 所以这个很有时间的味道 你把儿时的记忆全部都写出来了 对 对 那包含后来第二首 亲爱的奶奶 是因为看了 曲又宁导演的作品 电影作品 亲爱的奶奶写的 亲爱的奶奶 对 那再来的话 因为那时候就想说 如果只有这两首歌 是不是就发个EP就算了 这样 但又觉得不行 所以我就继续的在创作 继续在创作 那亲爱的奶奶 那奶奶现在还在 还在还在 奶奶几岁了呢 奶奶86岁了 OK 所以她听到专辑了 她听到专辑了 记者会的那一天 她又到台北来 她也 没有风头都被你干妈 干妈抢光了 我们不知道奶奶有 奶奶有来 等一下我们要再谈一下 干妈的这件事情 干妈是 心心知我心的吴敬贤 对 OK 所以奶奶听了专辑 奶奶听了 她就说 就只有那一条我听了 就台语的那些手 她听得懂 其他她听不懂 OK 不过这一首是国语的吗 亲爱的奶奶 对 亲爱的奶奶是国语的 OK 因为看了瞿佑宁的电影之后 对 然后想到了自己的奶奶 对 然后也想到说 我一度很坚持 想追求自己的梦想 想要做广播 所以就错过了很多 可以陪伴奶奶的时间 对 里面有这样的反省在 OK 亲爱的奶奶 于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经我不懂事故 不懂你脸上岁月无尽的刻度 倔强地松开手 倔强地转过头 倔强地转过头 朝着自以为 属于我的路走 而你 而你 从没有离开过 默默守护着等我 避风的港口 温柔地盼着我 哪一天回过头 就像记忆中 紧握你的手 我的我 雨伦 Allen在这里 他的首张EP 那麼這一次他也得到了黑豆桑醬油博的贊助 大力贊助 而且你的歌也被選為他們的這個廣告代言歌曲 廣告主題曲對不對 對 這首歌 時間的味道 對,就專輯的同名單曲 其實這個是 你有去參觀他們的工廠嗎? 有,我有去看 所以是去了以後給你的靈感 對 他們真的就是 我去的時候就看到那個阿姨真的是醬油一瓶一瓶 然後親手這樣去做包裝 那那個過程讓我覺得很感動 我覺得現在大家都方便快速就好了 為什麼還要去做這件事情 那那個老闆他就說 他說像他的醬油他還是堅持一定要讓他等180天 要那個盡量的過程 盡量 對,他說要這樣子出來的醬油才有時間的味道 他這句話就給了我一個靈感 那所以那天晚上回家我就用時間的味道這個名稱去寫了這首歌 其實講的就是說我們人常常有時候經過了很多現實社會當中的一些困難跟挫折之後 你就會忘記自己最初的那個想要堅持的夢想 對 可是真正 真正到最後能夠發光發亮的 反而是你一路不放棄的那個夢想 跟我自己到這麼大年紀才來圓唱歌這個夢有一點點類似 對 所以你都是通常先有詞還是先有曲 我大概都是會先有一個旋律 應該算先有曲 有一個旋律一小段然後哼哼哼 然後我就填上了詞 然後再往下寫 所以常常其實你寫歌也是很快的嗎 算快 只要靈感一來的話就 對對對 就蠻快的 然後現在又方便嘛 iPhone拿起來直接就錄 就把歌錄起來這樣 但是你有學過樂器嗎或什麼這些 小時候學過電子琴 但是很久都沒有碰 所以我樂器已經不太新了 變成我後來只能把哼唱的東西錄好 然後整理好之後再交給製作人 幫我編曲這樣 那所以這個EP 對啊 這個 你想要出這張EP想多久了 我 我其實之前不敢想有機會出EP 是因為老王的那句話說 我拿50萬出來 那從他講那句話一直到EP完成 經過了半年多 半年多 對 那很有效率耶 我們算很敢啦 打鐵趁熱 對對對 免得老王那個 沒有 改變主意 光那50萬他就測試了我一個月 什麼意思 就他不是說我拿50萬出來 讓你發片嗎 對 可是這句話講完之後 然後等到我拿到錢 這中間隔了一個月 然後他們就常常就是突然之間就說 欸你來龜山 你來哪裡 這樣子 然後你要提什麼計畫 然後你要提什麼企劃案出來 然後我也真的就配合他們 他們要什麼我就做什麼給他們 對 我想他應該是在測試我 是不是真的有那個動力 有那個熱忱想做這件事情 是不是真的有發片的決心 對 對 應該是這樣子 哇 所以顯然你那個真金不怕火鍊 經過了考驗 通過了考驗 應該是 通過了考驗 哇 OK 所以這個 對 黑豆桑 他們需要一個盡量的 盡量的主題曲對不對 對 對啊 因為其實 好的醬油就是 要慢慢的醞釀 對 嗯 不然現在太多速成 就人工香料加一加這樣 嗯 所以而且這個 在這個紛紛擾擾的年代 我們需要最天然的 最自然的這個 哇 所以這也算是一個很奇妙的緣分啊 所以還好你去報名參加了料理比賽 對 但你好像在記者會上 自己也燒了菜是不是 對 我就把那一道得獎的菜 就做了一大鍋 請記者媒體吃 你說新 新 美人新雞 美人新雞 美人新雞湯 嗯 那是因為看後宮甄嬛串看太多了嗎 沒有 我比的時候還沒有後宮甄嬛串 OK 我在想說 對啊是不是因為後 看甄嬛看太多了 所以來一個美人新雞湯這樣子 可能來個什麼一帳紅啊 什麼射箱機之類的 嗯 那個 OK 所以就是 對啊 因為你如果你那個時候沒有時間 或怎麼樣 或者 不去參加的話 這個緣分就沒了 對不對 可能就擦身而過了 真的 對 所以有的時候你永遠不知道 什麼時候會發生什麼事情 對 對 對 我覺得 我記得好像柔柔姐講過一句話說 人的情慾是流動的 然後其實 我覺得 人生當中的際遇也是流動的 嗯 對 你隨時不知道 你接下來會遇到什麼事 嗯 OK 真的隨時不知道 所以時間就推著我們 向前走 時間就推著我們向前走 今天這個DJ宇倫在這裡帶著他的首張迷你專輯 創作迷你專輯 時間的味道 記得嗎 小時候的願望 多抽象多瘋狂都勇敢堅強 好像全世界沒什麼可以阻擋 狂風暴雨也要逆風飛翔 生命的重量不再成就多高尚 而是心中的希望還有多少篇章 當你失去了夢想也失去翅膀 貧窮的靈魂從此不再發光 貧窮的靈魂從此不再發光 時間的味道那手過傷的芬芳 因為經過了醞釀才能閃閃發亮 當你找回了夢想 當你找回了夢想就找回翅膀 重拾的生命從此學會飛翔 從此學會飛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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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可惜嗎 你現在的願望 多簡單多平凡 卻還是遺忘 好想這世界 沒什麼值得去闖 忙忙碌碌也是幻夢一場 生命的重量不再成就多高尚 而是心中的希望還有多少篇章 當你失去了夢想也失去翅膀 貧窮的靈魂從此不再發光 時間的味道那手過傷的芬芳 因為經過了雲釀 才能閃閃發亮 當你找回了夢想就找回翅膀 重拾的生命從此學會飛翔 記得嗎 最初那個願望 是否還在你的心底 閃閃發亮 今天DJ宇倫Allen在這裡 那麼剛講到他現在有一個 大哥心的乾媽 要講一下他的乾媽 吳敬賢 對 對呀你的生命中好多貴人 可是這個真的很好笑 從醬油博的總管老王 對 歐豆桑的總管老王 然後到乾媽 我覺得乾媽這段其實有一點很感人啦 但是有一點好笑是 小時候因為我沒有媽媽嘛 那那個時候 心心之我心非常風行 我都會看 跟姑姑們一起看 然後就姑姑們哭 我也跟著哭這樣 然後 學校老師不是常會出什麼作業說 要畫我的媽媽嗎 然後做文科要寫我的媽媽 尤其母親節的時候 那我沒有媽媽怎麼辦呢 家裡一張媽媽的照片都沒有 沒有 一張都沒有 一張都沒有 所以你真的不知道媽媽長什麼樣子 不知道 我有聽親戚說我跟她長得很像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她長什麼樣子 就一張爸爸跟她當年的照片 No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嗯 然後那個時候 我記得還有一次就是要寫我的媽媽 然後我就看太入戲了 我就把自己幻想成小冰冰 然後那個情節寫在作文部裡面 後來就被老師私下糾正 她就說老師知道 可是你可以比如說寫阿嬤啊 或寫姑姑啊 不一定要寫那個電視上的人物啊這樣 然後這一次因為要發片 就輾轉因為朋友的介紹 就認識了五姐就是乾媽 然後記者會的時候 有工作人就說 那要不要請她來這樣子 她就真的就來了 那來了以後 她也真的就是給我很多鼓勵 然後她說 我這輩子常演媽 很多大牌連趙雅芝都叫我媽 可是我還真的沒有收過乾兒子 我只收過一個乾女兒就是佩佩 就以前那個劇裡面的佩佩 對 然後結果主持人就問說 那如果現在宇倫想任你當乾媽 你願意嗎 她就說我願意啊 她想我願意的時候 我腿就軟了我就跪下去 對我就想 蛤真的嗎 因為你從小心裡面 那個好像 唯一一個填補你媽媽這個位子的那個人 她真的就點頭答應說 我願意收你當乾兒子 那個激動 不知道怎麼形容 我真的當下腿就軟了 我就真的跪下去 然後就哭出來 我就說媽 就叫出來的 所以 那個過程 有一點神奇 好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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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很多人問我說 你那是設計過的嗎 我說完全不是 我是當場真的聽到我腿一亂 我就跪下來了 對 你沒有想到這個會成真 就你小的時候作文裡面寫的嗎 就居然真的成了你的乾媽 對 那種感覺是你在 你在看一個那種 王子與公主的童話 然後突然間那個人物 你最喜歡的那個角色 就活生生從電視機裡面 走出來那種感覺 無法想像 不是 那是因為你很貼心啊 所以 人家吳敬賢 願意收你當乾兒子 人家這麼大牌 也不是隨便 你看她 這麼多人演過她的小孩 她到目前為止 你只是第二個 乾小孩 她說我是她唯一的乾兒子 乾兒子 唯一一個乾兒子 但是她之前也就是佩佩啊 佩佩那是多少年前的事 對 那是多少年前的事情 對啊 而且她這輩子都 單身未婚 嗯 對 然後她也真的很關心 就是包含 專輯發行前一天 她就特別打電話來 關心說 欸什麼時候上啊 哪裡買得到啊 然後她一聽完專輯 馬上就傳簡訊 跟我說欸那個乾媽覺得 我喜歡哪幾首歌啊 嗯 真的都非常非常的關心 所以你們已經展開你們的母子關係了 嗯 對 不過這個 雨倫 雖然有黑豆商的贊助 但是這個 顯然不夠對不對 對 你也把自己的身家也投入了 而且呢這個全心全力 發片前還到工廠去 親力親為親手 嗯 就是包裝的時候啦 嗯 因為其實這次包裝 工廠那邊有稍微吐了一點 就是有一點小錯 歌詞本折的方法不對 嗯 那我就覺得這樣我沒有辦法呈現給 買CD買專輯的人 真正我想要呈現的那個感覺 嗯 所以我就親手 把歌詞一張一張抽出來 嗯 然後折好 嗯 再放回去 哇 所以我折到後來 我真的不知道折了幾百張幾千張 從幾點鐘到幾點 欸 進去工廠的時候是幾點 好像七點多吧 離開的時候一定是凌晨兩三點 哇 然後這還沒有結束 嗯 為什麼還沒結束 因為那只是第一批 喔 對啊這賣得很好 你還要再繼續 所以最近經常要去工廠加工 沒有 我特別跟那個工廠老闆講說 你要壓隊 不然的話 我們那個企劃人員非常的壞 他就說 拿夾子去夾他奶頭 哈哈 這可以講嗎 不然你們就折不完 對啊 OK 今天這個 宇倫 阿倫 時間的味道 迷你專 創作專輯 我現在這個 DJ 催淚DJ 阿倫 為什麼叫你催淚DJ 因為我常在錄音室裡面把來賓訪到哭 包含那個 怎麼講 那個金劇國寶 朱璐豪老師 他在我節目上都被我弄哭了 OK 那他們哭的時候你會跟著一起哭嗎 我會忍住 你會忍住 我會忍住 其實很多時候 尤其像我也主持婚禮嘛 我最容易會主持到哭的其實就是婚禮 真的看到那種爸爸對女兒的不捨 或者是那種現場的感染力 你真的會受不了就哭了 OK 對 所以你怎麼去主持婚禮呢 主持婚禮啊 就是 一開始的時候其實是剛好朋友的婚禮 就說那你是電台主持人嗎 那你來幫我們主持一下 好 然後就去 就大概知道說他們有一套那個流程 對 然後坐著坐著大家反應不錯 所以就會有人就介紹 嗯 後來就變成我工作接案的有一部分 是接婚禮主持這樣子 對 那你一個月會主持幾場呢 多的時候可能每個禮拜都有 每個週末都有 還會有那種搶人的 就是可能中午一場晚上一場這樣 那你要全程參與嗎 對不對 差不多 差不多 就是婚禮一般比如說七點 七點半開桌 可能到九點九點半 可是我們可能五點就要先到了 對啊 對 你要陪新人彩排啊 進場啊 什麼的 然後測音樂啊 都要 對 主持婚禮其實還蠻好玩的 大概很多狀況都會有 比如說還有那種 喜酒吃到一半 新郎新娘吵架啊 然後 或者是婚禮 就當場 那個女的就說 我不嫁了 然後就跑到 停車場開車要走 落跑新娘 對 我就遇過這種事 結果怎麼辦 就大家只好幫忙勸啊 朋友就幫忙去把新娘拉住啊 然後後來新郎去下櫃啊 把她求回來啊 然後一回來以後哭一哭 然後又好了 就婚禮繼續把婚宴吃完 到現在已經大概五六年過去了 他們也還沒離婚啊 哇差一點 差一點台版的那個 Runaway bride對不對 落跑新娘上演 對 所以我說人生很多事 其實都很有趣 OK 所以這種你也碰過 我也碰過 或者是那種 就是爸爸再娶 然後 媽媽不能做主桌 就當場 翻臉的也有 就很多很多什麼狀況都 媽媽媽 這個我就 這個我就 我就覺得很不好 那 那是因為爸爸再娶的 太太與爸爸一起做主桌嗎 對對對 其實其實這個時候 那個再娶的 就應該要 應該要這一步 視像一點對不對 不是 就是因為這個小孩 是他們兩個人生的嗎 所以那 然後當然所有的人 都應該都知道 他們已經離婚了 對 對不對 那其實今天應該就是 屬於這個爸爸 新人跟爸爸媽媽的日子 對 對不對 所以其實 其實這個 爸爸跟媽媽都應該要做主桌 然後 無論是媽媽再嫁 或者爸爸再娶的人 就可以做 做另外一桌 對不對 對 可是總之我覺得我主持 要不然就兩對 父母親也可以做主桌 對對對 可是我就覺得很有趣啊 就台灣人那個結婚的時候 真的是各種狀況都有 什麼習俗都有 還有新郎新娘在台上玩的過火 爸媽在台下發脾氣的也有 什麼要把雞蛋從右邊庫管放進去 左邊庫管拿出來的 這個應該是洞房 裡面發生的事情 沒有沒有沒有 新人就要求說他們要在舞台上做這個事情 這樣 哇 所以當婚禮主持人真是不簡單 你要隨機應變 面臨各式各樣的狀況 很有趣啦 就是你要投入 跟他們一起玩 那個 不過講到爸爸再娶 好像這樣的情節也發生在你的身上 對不對 對 爸爸後來又再娶 那跟二媽之間的感情其實就一直都不好 但他們並沒有跟你們住在一起 你是跟阿公阿嬤住 對我跟阿公阿嬤住 那他們另外 另外有自己的家庭 對然後有弟弟妹妹這樣 也有弟弟妹妹 對對對 那你跟弟弟妹妹有來往嗎 有啦 長大以後 長大以後 我還是會跟我弟弟妹妹說 我們不是同一個媽媽 可是我還是把你們當自己的弟弟妹妹 對 不過這個年齡差距比較大一點對不對 對 大概都16歲左右吧 他們現在才16歲 都跟我差16歲左右 他們現在20 20 嗯 OK 所以你現在也試著學習當一個大哥哥 對 是不是要當一個大哥哥 OK 應該說我一直在學習很多一般人已經習以為常的角色啦 對我來說反而是年紀比較大的時候才去學 比如說學著真的怎麼樣當我爸的兒子 嗯 對 這是小時候我沒有想過的 嗯 對對 那因為後來他生病了嘛 嗯 那我是他孩子裡面年紀最大 可能有工作能力可以照顧他的 嗯 可是我跟他的互動是很奇怪很特別的 嗯 就是有愛說不出來的那一種 嗯 對 嗯 所以我是長大才學習怎麼當他兒子 OK 所以這首歌應該是給爸爸的嗎 沉默天使的守候 嗯 嗯 算 我覺得是我面臨突然失去親人的時候 或者是像 想到我爸現在也是口腔癌 嗯 如果有一天他要離開的時候 他對我們身邊這些人會是什麼樣的一種感情 嗯 那個心情是怎麼樣的 嗯 那我就想如果我是那個要離開的人 我應該會希望變成天使默默的守護在他們身邊 嗯 對 OK 那麼今天非常感謝雨倫為我們帶來他的首張 創作迷你專輯 時間的味道 喔 這個一路從彰化到台北來 終於完成他發片的夢想 那麼最後這首沉默天使的守候 謝謝Alan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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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地球以上有你跟着我 扰扰逛逛也不错 幸福守候只字只收到老 不变的承诺 我却再无法在你左右 未来很久抱歉我要先走 飞在天堂我化作天使 默默守候 你说我懂默契好相投 还有很多旅游 地球以上有你跟着我 扰扰逛逛也不错 幸福守候只字只收到老 不变的承诺 我却再无法在你左右 未来很久抱歉我要先走 飞在天堂我化作天使 默默守候 你是这一辈子 我不可能放弃的幸福 而我却留不住 而我却留不住 幸福守候 幸福守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